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Cook 現在有一件東西是很流行的 就是透明粉朴 不知道這個有像鞋子 有像Lubra的東西 用起來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我們馬上來試試 粉底方面我這次用了Luna的粉底液 首先我用了一盆的份量 他說要首先在臉上打圈 塗勻 感覺有點像別人畫油畫 把顏料塗上畫 知道的感覺 之後眼袋 眼角 鼻翼這些位置 粉朴都不適合到那些位置 其實都頗難在皮膚上推得均勻 都需要少少時間 才可以均勻地推開粉底液 之後他就說要再用拍的方式去推薄粉底 其中一個賣點就是不會吃粉 省很多粉底 之後我們就會看到皮膚不平滑的地方 其實是會卡粉 例如有暗瘡印或者比較乾燥脫皮的地方 就會更加明顯看到 如果你想用它來做一個很透薄的妝容 你就需要用很多時間去推薄粉底 至於鼻翼位的那些 就更加不可以上到很貼面的效果 之後我們就再用我們用的Beauty Blender 來比較一下分別 相比之下 Beauty Blender 用的時間是短一點 還有是貼面一點的 可以將粉底融入皮膚 比較自然的 除了不吃粉之外 另外第二個賣點就是容易清潔 我現在就是用嬰兒用的純水濕紙巾 來清潔它的表面 而一噴粉底 其實還有剩下的 我們現在就試試用同樣的方式 去清潔我們的Beauty Blender 看看會是怎樣 在清潔這一方面 植膠粉樸就給Beauty Blender優成了 如果買了回來 又覺得它不好用 不想浪費那怎麼辦呢 還有一個辦法 就是在你塗面塗精華的時候 用它來按摩 令到精華和面霜 吸收在皮膚底下 它的賣點 其實是不會吸收任何的東西 進去粉撲裡面 就可以把你很貴的眼部精華和面霜 100%吸收在皮膚底下 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記得告訴你的朋友 Follow我Instagram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嗎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嗎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